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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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病 之前在医院的时候 也不知道这个病这么凶险 当时在医院只是感觉胸闷气短 以为只是得了肺发炎 可后来看见医生表情都比较严肃 干什么事情都跑来跑去的 又叫我不要乱动 我才意识到这个病的严重性 在短片最后告诉我们 这一次发生凶险的主要是因为您腿上有静脉曲张 那您得静脉曲张已经有多长时间了呢 我干厨师已经有二十三年了 下肢静脉曲张大概其也有十多年了 感觉这几年吧 越来越严重 周边同事得这病的好像也有很多 感觉除了不好看也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 男人嘛 好看不好看我也不在意 所以就一直没有去关注他 真不知道为什么会引起这么严重的疾病 可能很多朋友呢腿上也有静脉曲张 但是他为什么会引发这么致命的 肺栓色的疾病呢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来自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 史伟浩副主任医师来为您介绍 欢迎沈医生 您好 沈医生 欢迎您 真的没想到 这个常见的下肢的静脉曲张 有可能会引发肺栓色 这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下肢静脉曲张应该来说 是我们胸管额科最常见 也是最多的一类疾病 它的发病率大概在10%左右 也就是说每10个人当中 可能就有一个他患有静脉曲张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本身 严格意义来讲 它并不会直接导致我们的肺栓塞 但是一旦下肢静脉曲张 它形成了血栓 那么血栓它就有可能会脱落 所导致肺栓塞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 它为什么会形成血栓呢 我们可以看两张图 大家做一个解释 这张图其实是我们一个 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患者 它的下肢的静脉明显地扩张 增粗弯弯曲曲的 就像一条蚯蚓一样 那么这个在我们医学上 我们就称作为静脉曲张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图 看它是一条弯曲的河道 那么当河水流过弯曲的河道的时候 它的流速肯定会减慢 那么就会导致淤泥的沉积 那么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么在我们下肢的静脉 当血流流过弯曲的静脉的时候 它血流的速度也会降低 也会导致我们血液内成分的沉积 也就是说会形成静脉的血栓 那么一旦静脉血栓 它脱落了 它就有可能到肺部 导致我们的肺动脉的栓塞 那么我这边还有一个动画 大家可以更好地理解 静脉血栓什么是跑到肺里面去的 那么这是我们人体的一个 循环的动画图 那么红色的代表动脉 蓝色的代表静脉 我们可以看到 一旦在我们的下肢 静脉形成了血栓以后 它的血栓可能脱落 那么一旦脱落以后 它就会沿着我们静脉 往心脏的方向回流 你可以看到 慢慢地沿着我们的静脉 先到达我们的心脏 然后再到达了我们的肺 最终把我们的肺部的血管 造成堵塞 那么根据我们肺部的血管 它堵塞的范围和程度的不同 病人可表现为不一样的症状 有的人可能会有胸闷 胸痛 有的人可能会有呼吸的困难 更严重的可能会发生晕厥和猝死 所以说这个下肢静脉去庄 看似一个非常小的疾病 但是其实它背后隐藏的隐患 还是非常大的 其实我们今天请到的三位嘉宾 也有静脉曲张的问题是不是 有 腿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是觉得没有什么异样 感觉好像是不是肿了 一块一块的 后来发现它那个颜色 就是咯咯哒哒的 会有一点点的深 然后遍布在那一块 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是静脉曲张 多少年了呢 挺久了 因为干主持工作就十几年了 所以那个东西它就一直存在着 只是从少到多后来 我有静脉曲张也有十几年了 严重的时候呢 我会觉得我这个双腿是发胀的 就这种酸胀感特别的明显 而且呢在我们家呢 我的父亲这个静脉曲张呢 比我的还严重 然后我一直想搞明白 这静脉曲张是不是遗传造成的 对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周哲的父亲 欢迎周叔叔 我觉得他得这个静脉曲张 跟我没关系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没有这病 所以他老赖我 我觉得跟我有点关系没有 我们不认账 对 那他为什么会长出静脉曲张 在我们体内的一共有两套 跟我们血管相关的系统 一套是动脉系统 一套是静脉系统 大家静脉曲张 大家可能一直会听到这个毛病 对吧 但是很少有人会说 我动脉也有曲张 那么其实呢 这主要是跟动脉和静脉 它本身的功能和它的结构不同 是有关系的 那么动脉我们都知道 它是把心脏泵出的血液 打向我们的全身 它的血流的方向 其实是自上而下这样一个方向 但是我们静脉不一样 静脉它的功能是什么 是把我们的血液 从某个外周收集回我们的心脏 它是自下而上的 这样一个血流方向 那么大家生活当中 都有一些体会 如果你去上楼 永远比你下楼要更加的费力 因为你上楼的时候 你要克服您自身的重力 才能上楼 所以说上楼永远比下楼 来得更加的累 那么同样也是的 那么在我们的静脉 我们每天有大约 4000到6000毫升的血液 那么需要回流到我们的心脏 那么如果一旦出现了 静脉回流功能的障碍 那么这4000到6000毫升的血液 就没有办法回到我们的心脏 它会一居在我们的静脉 会对我们的静脉 造成很大的压力 那么久而久之 它也会形成了静脉的曲张 但为什么出现静脉曲张 是集中在小腿上 反而大腿上 很少会看到静脉曲张 或者是有这个静脉的 我们的手臂 也没有出现过静脉曲张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那么要解答您这个问题 就是首先我们就要 从我们人类的进化 开始叹息了 您知道我们人类 是最早从爬行的类人员 但一步一步慢慢地进化成 我们现在可以直立行走的 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在这个漫长的 进化的过程当中 它的优点在哪里 可以使我们人类 解放了上肢 便于我们人类去生存去劳动 但是它也会带来问题 您看到 它可以使我们的下肢 离我们的心脏距离 越来越远了 那么也会导致我们下肢 静脉血液回流到心脏 困难重重 那么人类在进化过程当中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它是在我们的静脉系统里边 进化出了一个结果 叫半膜 那么这个半膜 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 一个单向的阀门 保证我们的血流的方向 它是只能自下而上 往心脏方向回流 那么一旦这个阀门 出现了老化 或者随着年龄的增加 长期的静脉高压 导致了它的关闭不全 那么也会导致 静脉血液的倒流 也会产生静脉的高压 也会产生静脉曲张 我们可以结合道具 让大家来理解这个问题 可以 那么大家可以看 这是我们一个 模拟半膜工的一个道具 那么我们这边 有两根直立的玻璃管 分别了模拟人体的静脉 那么在这个两个玻璃管里边 红色的就是我们的半膜 那么当然 在我们正常人的静脉里面 它半膜大概是 每隔20厘米约的半膜 它不会像靠得这么近 今天是为了 跟大家解释清楚 我们特意做了这么近的一点 那么这两根半膜 大家可以看到 有明显的区别 您可以看到 像我们右边这个 它的半膜 关合得非常的严实 它没有缝的 这是我们正常的静脉的半膜 但是我们看左边那个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两个半膜之间 有明显的缝隙 这就是模拟我们体内 有病变的半膜 就是关闭不全的半膜 像蝴蝶的翅膀一样 是分开了 对 我们可以替大家操作一下 看一下 这两种不一样的半膜 会对我们的血流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好 我们这边靠针筒来注射液体 来模拟我们血流的 这样一个方向 您可以看一下 模拟的是小腿的 静脉里的血流的情况 对 您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来注射 这是正常的半膜 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如果我们小腿的脊 你看我们血流沿着半膜 一层一层的往上回流 这是我们正常的静脉板 它保证我们的血流的方向 它是只能自下而上 往心脏方向回流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闭不全的半膜 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当我们的血流 往心脏回流的时候 您可以看到 它也是一层一层的往上流 但是一旦我们小腿不运动了 不收收了 您看到吧 它血流又慢慢地往回降 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那么以往的话 它就会对我们下肢的静脉 造成持续的高压 也会产生静脉曲张 所以这两个最明显的对比 就是下肢的血液正常 是应该直接回到心脏 而不是往回走 而这个出现了 这个半膜关闭不全的血管 就是血液它会慢慢地 又回流到下肢了 没错 所以就会出现静脉曲张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 是 理解了 史玉专赛之前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提过 一般引起肺栓色的血栓 是来自于深静脉 但是静脉曲张 我们是能够用肉眼看得到的 显然它是浅静脉的 但是为什么浅静脉当中的血栓 也有可能会引起来肺栓色呢 确实我们肺栓塞 最主要的来源 还是来自于我们的深静脉系统 深静脉 像您说的 我们是肉眼没办法看到的 它往往是在我们肢肉的生面 那么浅静脉是在我们前表 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 但是深静脉和浅静脉 它两者并不是相互孤立的 它们在很多部位存在着 交通或者是连接 那么在我们的下肢 我们有一条非常主要的浅静脉 就是大隐静脉 那么从这样的图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大隐静脉 它最终是在我们的大腿根部 汇入到我们的深静脉里面去的 所以说它们是相通的 那么除此之外 在我们的深静脉和大隐静脉之间 还有很多像这样的连接静脉 像一个桥一样 对 所以说一旦你浅静脉有了血栓以后 它一方面可以让浅静脉 朝深静脉蔓延 同时它也可以沿着浅静脉 和深静脉之间的连接静脉 涨到我们深静脉里面去 所以说浅静脉水栓 也有可能会导致肺的栓塞 现在理解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 《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一领腰夜 莲花清温胶囊赞助播出 周叔叔 您能给我看一下 您腿上静脉曲张 大概是什么样的吗 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可以 刚好今天穿了个短裤 看得挺清楚的 你看这一大块 这块骨得特别明显 是吧 这块一大坨 特别多 您这不是小蚯蚓 您这是大蚯蚓 我是大蚯蚓 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坐着 坐着时间长了 尤其体重越来越重 更不愿意动弯的 这动弯才发现 越来越厉害 可是一开始也不影响 所以就没注意 现在听到史教授这一说 会要命 看来我得重视这问题了 被吓着了 是得重视这个问题了 没错 梅姨提到自己也是 有十几年的时间 都有静脉曲张了 那你平常是站着多 还是坐着多呢 我是只要工作的情况下 大部分都是站着的 我是久坐 咱俩反着了 咱俩反着 我是开出租车开了十多年 几乎每天吧 工作的时间在车上 差不多十多个小时以上 所以我想它也是静脉曲张的一个病因 彭飞师傅因为是从事厨师这个职业的 应该是久站 对 我一直是站着 我一天上班十二小时 几乎有十个小时都在站着 一个是久站 一个是久坐 一个挺累的 一个挺舒服的 都有可能会引发静脉曲张吗 久站和久坐 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什么 不动 所以说引起我们下肢静脉去张力 第一个高位因素就是久站久坐 两者并不相互矛盾 刚刚我们讲了 我们下肢的静脉 它本身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收缩 把我们的血液奔回我们的心脏 那么这就势必需要什么 我们下肢静脉 它需要一个外部的驱动力 来帮助我们的血液 来回到我们的心脏 那么这个驱动力来自哪里呢 其实来自于我们小腿肌肉的收缩 因此我们常常在我们医学上 把人体的小腿的肌肉 比为人的第二心脏 那么我们下面可以结合一个动画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小腿肌肉 怎么来发挥 类似于我们心脏的作用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我们下肢的静脉 周围往往被肌肉所包裹 那当我们肌肉收缩了手 就会对我们的静脉造成一定的挤压 那么这个静脉 对静脉的挤压 它就是我们血液流动的一个驱动力 那么再配合我们单向的半膜功能 它就可以保证 我们下肢的静脉的血液 只能从我们下肢往心脏方向挥流 所以说久站和久坐 它其实是一样的 它们小腿都不动 肌肉都不收缩 所以说久而久之 都会发生静脉曲张 除了下肢长时间不动 有可能会引发静脉曲张之外 生活当中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因素 也有可能会让我们长出静脉曲张呢 第二个高位因素就是负重 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山城重庆 有一些棒棒军 它们的工作主要就是 每天背着很重的货物 在山城里爬上爬下 那么虽然它们从事长期重体力劳动 它们每天都在运动 但是由于每天背着很重的货物 它们的静脉 每天都要承受很高的压力 也会导致下肢的静脉的曲张 但是可能也有人会讲 我每天没有背这么重的货物 是不是我就不一定会得静脉曲张呢 其实您不要忘了 如果您过度的肥胖 如果体重过重的话 也好比是您自己是一个挑夫 每天挑着很重的货物 这是一样的 那么在生活当中 还有一种负重 说我们肉眼没办法看到的 我们所谓的一种隐形的负重 那么这就跟我们长期的 一些生活的习惯就有关系了 比如说有的人 老年人 他长期的便秘 还有的人 他有一些慢性肺部的疾病 他可能会慢性的咳嗽 那么这些因素 都会导致您补腔的压力增加 久而久之 也会造成我们下肢静脉压力的增高 也会产生静脉曲张 之前我写文去健身房健身 今天听专家老师一说 我因为原来推什么杠铃 哑铃 推那大重量的 但是没想到 它是引起静脉曲张的高危因素 我平时挺注重这个身材的 比如说不敢多吃没有肥胖的问题 但是我忽然想起来 我好像怀宝宝的那个月份当中 随着肚子越来越大 到后期长了四十斤 然后我就觉得我那个腿 每天就感觉不是自己的了 又酸又麻又胀 然后因为怀孕你又不能说 每天只是躺着 你要来回去溜弯嘛 保持运动量 所以基本上走一半的时候 就觉得我不行了 我要回家休息 所以我觉得跟怀孕有关 还有一个高危因素 同样在美姨身上也是存在的 是因为她是女性吗 是的 我们可以请美姨来到我们台前 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我请大家关注一下 看看美姨脚上穿了这双鞋 我想问一下美姨 您每天都是穿这样的高跟鞋吗 还有每天要穿多长时间 如果是工作的情况下 脚上基本上是离不开高跟鞋的 基本上它的高度是 6厘米到8厘米之间 站立的时间 有的时候是半天 有的时候是一天 所以引起静脉曲张的 第三个高危因素 其实就是您穿的高跟鞋 那么我们下面 再请美姨来走一下 大家关注一下 她美姨走路的时候 她的脚踝部的一个状况 米兰时装周王 可以了 其实每一走路的时候 您可能自己最有感觉 当您在穿高跟鞋 踮脚走路的时候 其实您的脚踝 是处于这种紧绷的状态的 由于脚踝 长时间地处于这种紧绷的状态 所以说您踝关节的摆动的幅度 是非常的小的 如果你踝关节缺乏摆动的话 就会影响它小腿肌肉的 收缩和舒张功能 那么所以说 对小腿肌肉绷的功能的影响 会造成一个不好的影响 也就会影响我们下肢 静脉血液的回流 所以说九穿高跟鞋 会影响你下肢肌肉绷的功能 影响你下肢静脉血液的回流 会导致你下肢静脉曲张 这个老师说的 我现在腿有点麻 我回去坐会儿 坐会儿 坐会儿 辛苦了 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 三个最主要的原因了 久站久坐 长期的负重 女性 长期穿高跟鞋 除此之外 还有引发静脉曲张的原因吗 有啊 那么我们请我们工作人员 放鸡巴椅子到我们台前 我们请四位嘉宾坐一坐 好 我们请四位嘉宾呢 摆出您认为 最舒适的一个姿势 好好坐着就行了 这会儿看着电视 喝着茶水 聊着小天 舒服吗 舒服 问题在哪里呢 其实您看 问题还是出在了 周哲和美意的身上 那平时就这么做呀 我想问一下周哲和美意 当您二位 翘二郎腿的时候 您觉得您的下肢 哪一个部位 受的压力是最大的 我的感觉 现在我下面这条腿的 膝盖内侧 我就觉得有点酸胀 跟它反过来 我下面没什么感觉 我觉得我上面这条腿的 这个里侧下方 有点压力 其实您二位说的都很对 当我们翘二郎腿的时候 您看 其实是说我们 一条腿的膝关节的内侧 和另一条的膝关节的后侧 相互的交叉 相互的挤压 那么是在我们一般人体 我们讲在膝关节的内侧 我们有一条浅经脉 刚刚给大家展示了 叫大影经脉 但是我们还有一条浅经脉 就是在我们膝关节的后方 叫小影经脉 当您敲二郎腿的时候 正好大影经脉和小影经脉 相互的交叉 相互的压迫 这么巧吗 对 也会导致我们下肢静脉压力的增高 会引起静脉曲张 所以第四个高位影响 就是翘二郎腿 如果您已经有了下肢的肿胀 已经有了下肢的静脉曲张 如果您还一直喜欢 翘二郎腿的话 有可能会加重下肢的肿胀 和静脉曲张 所以说对于有静脉曲张的患者 最好还是避免翘二郎腿 马上放下来了好多 刚才周哲一直说 这个腿上长了静脉曲张 是赖叔叔 说因为叔叔腿上有静脉曲张 所以今天史教授来了 正好让史教授给我们俩 澄清澄清 到底是怎么回事 跟我有关也没有 静脉曲张会遗传吗 准确地说 其实静脉曲张 它并不是一类遗传性的疾病 但是从我们临床上观察下来 它确实有家族的倾向 所谓的家族倾向 就是父母双方 如果有一个有了静脉曲张 那么他的子女 他发生静脉曲张的概率 就会增加 真的呀 如果父母双方 都有静脉曲张 那么如果子女 发生静脉曲张的概率 就会大大的增加 那么这里所指的 家族的倾向 往往表现为 它本身静脉壁的薄弱 或者本身静脉发育不良 都导致了 所以说 有了这么一些先天性的因素 再加上后天 像刚刚讲的 久坐 久站 负重 穿高空鞋等等等等 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 就会加重静脉曲张 所以这静脉曲张 遗传的事 还没有那么绝对 是不是 还是要从自己的身上 找有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 有可能会导致 或者是加重静脉曲张的出现 实习生 如果长期有静脉曲张的话 除了有可能会导致 要命的肺酸色之外 还有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问题呢 像药师傅刚刚讲的 由于静脉曲张 所导致的性脉血栓 所引发的肺酸塞 其实在我们临床上 并不是非常多届 那么在我们临床上 大多数静脉曲张的病人 到我们来门诊 就诊 是因为下肢的肿胀 或者像下肢有 酸胀 沉重 乏力 发热 这样的感觉来就诊 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 它是因为下肢 皮肤的搔痒 有了皮炎 那么这类皮炎 是跟我们下肢 静脉回头障碍有关系的 我们称之为 预知性的皮炎 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 它是因为下肢 有了溃疡 来血管外壳奔诊看的 那么静脉曲张 它的溃疡 其实最好发的部位 其实是在我们的踝部 脚踝的一部分 因为人体站立的时候 我们脚踝是承受 静脉压力最高的这个区域 所以最容易长溃疡 但是由于静脉回头障碍 这个区域的 长期的皮肤营养不良 所以导致 这类静脉性的溃疡 它很难愈合 所以在我们临床上 称之为老烂腿 那么还有一类表现 就是在我们的外科的急诊 我们经常会碰到 由于静脉曲张 破裂出血的患者来救治 非常吓人 他出血压力很高 出得很厉害 但是我跟大家说一句 即使静脉曲张破裂 有出血的 您在家里也不要过分担心 这个时候您只要把脚抬高 降低静脉的压力 适当地给予压力的包扎 然后及时到医院救治 往往也可以取得 比较好的治疗的效果 史医生可是有一点 我没太明白 静脉曲张不就是 静脉会鼓出一些来吗 最多也就是 如果要是血流回流不好的话 会引起来色素的沉着 它怎么还会烂呢 还会溃疡呢 因为本身有静脉曲张的话 它长期的静脉高压 会导致这个区域的皮肤的 营养不良 它就会发生溃疡 就会烂 不挠它 它也会溃疡会烂吗 也会的 它自己会烂 就相当于 这一块的皮肤组织 彻底地坏死了 对 所以说 一旦有了静脉曲张 所导致 预知性的皮炎的患者 还是建议 及早去医院救治 不要轻易地去挠 万一一旦挠破了 这样的溃疡就很难愈合 明白了 其实刚才周叔叔 在展示的时候 我也观察到 您腿的内侧的下端 那一块皮肤颜色 是比较深的 是不是 那从什么时候 皮肤就已经变得 越来越深了呢 有15年左右了 15年的时间 最厉害的时候 就跟那个 漆黑漆黑的 那么严重啊 最厉害 就有那么一块 漆黑漆黑的 如果周叔叔 他的这一块 色素沉着 也就是皮肤变深 他不去主动地 去关注这个问题 治疗他的话 慢慢真的有可能 就会破亏 所以看来呢 这个长出了静脉曲张 轻则呢 有可能会影响美观 重则呢 有可能就会引起来 要命的肺栓色 所以最好呢 要是否曾经发生的 那样的凶险 不在我们的身上出现 那怎么样能够 提前地预判一下 我们现在腿上 出现的这个静脉曲张 到底有没有 要命的危险 像药师傅刚发生的 由于静脉曲张 所导致的肺栓塞 它的栓塞的来源 还是来自于 我们的身经脉系统 所以说 对于一个 气脉曲张的病人来讲 您要了解 它有没有肺栓塞的风险 所以说关键一点 我们要了解 它的身经脉 是不是堵塞 身经脉是否通畅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您在医院的话 您可以通过 做一个超声波的检查 就可以知道 您的身经脉 是不是通畅 但是如果您在家里 没有超声波 怎么办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 一些简单的方法 来判断 我们自己的身经脉 是不是通畅 我们可以在 周叔叔的身上 为大家来演示一下吗 可以 我们可以看到 周师傅在站立的时候 他的小腿的内侧 在膝关节的内侧 他的静脉曲张 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那么我们先让周师傅 站立 让他静脉充分地充盈 然后我们在 周师傅的大腿的根部 我们用一根 有弹力的止血带 我们把它的 用力地扎紧 扎紧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 阻止他的 浅经脉的回流 因为刚刚我这张图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我们人体 最粗的一根浅经脉 叫大胤经脉 大胤经脉 它最终是 在大腿的根部 汇入到我们的 深经脉里面去的 那么除了大胤经脉 以外 刚刚讲了 在浅经脉和深经脉当中 它还有很多的连接经脉 那么即使淡经脉 被阻断了 那么如果你 深经脉血流通畅的话 它还可以通过 连接经脉 回流到深经脉里面去 好 我们 你接下来请周师傅 做几个动作 你慢点 周师傅 请起蹲下里做五下 我们看一下 好不好 好 来 慢一点 不着急 一 二 三 四 膝盖也不太好 五 好 咯吱咯吱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看到吗 周师傅腿上原来曲张的静脉 明显地减轻了 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这是好事吗 这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它的原来浅静脉的血液 它可以通过浅静脉和深经脉 之间的连接静脉 回流到深经脉 再回流到心脏 说明它的深经脉是通畅的 这是一个好的表现 对 如果深经脉它不通的话 它浅静脉血液没有去处 它反而会加重 它的膝盖内侧的静脉的曲张 如果要是多完了之后 深经脉这一块 鼓得更明显了 颜色更深了 就说明我们可能是 深经脉堵塞了 对的 这是非常要命的 对对对 明白了 对 好在我们深经脉是畅通的 周师傅 好 谢谢 辛苦您 但是徐医生 如果在生活当中 我们发现 真的要是下肢的深经脉 有一些堵塞的话 或者是经脉曲张 真的太明显的话 能不能有一些 提前预防的好办法呢 有的 静脉曲张的治疗 其实三分靠医生帮你治疗 七分靠你自己的保养 那么怎么来保养 就刚刚您这个问题 保养除了避免引起 静脉曲张一些高危因素 比如说避免久站 久坐 负重 穿高空鞋等等等等 还有就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简单的保健的动作 来模拟我们肌肉泵的回流 来帮助改善我们经脉的功能 具体怎么做呢 好 那我们下面有请 我们化妆院的郭文成 主治医生 来给我们做一个演示 好 欢迎郭医生 我们也有请周哲 到台上来学习一下 好不好 来 有请二位 接下来我们来做两个动作 进行一个肌肉棒的一个运动 然后来达到我们保养 我们下肢经脉回流的一个操作 那么我们平时可以先找一个 比较平稳的位置先坐下 比如说是椅子或者是沙发 然后我们将我们的腿进行 排平或者是举高 15到30度的范围 然后先将我们的脚尖 脚掌向下踩 用力向下踩 类似于我们平时踩那个脚踏板 对 然后你可以感觉到 你的这个脚踝的前方 是绷紧的 对吧 然后再将我们的脚尖 脚掌向上勾 用力地勾 勾的时候你会发现 你的小腿后方的肌肉 也是有种拉紧的感觉 拉长的感觉 有吗 周哲 现在有 真的是绷得很紧 这个时候还会有一种 发酸的感觉 酸着 对 那么两个动作呢 每次停顿 三到五秒钟时间 我们来试试看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对 做的时候 我们尽可能把腿放平 或者适当地抬高 对 然后这样连续做个五组 来 试试看 二 二 三 四 三 二 三 四 四 二 三 四 五 二 三 四 六 二 三 四 就这样循序接近 然后换一条腿 你怎么很累 很分长 就是因为大腿这样腾空抬会比较累 一般我们是就是搁在手 对 但是做完之后 你感觉到小腿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挺舒服的 轻松了吗 变轻了 不像刚才似的紧绷着 那么还有一个动作 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按摩的方式 来进行一个促进小腿肌肉的回流 就是平时在家放松的时候呢 把这个鞋子脱掉 那我这边就补也是鞋子 然后把脚踝可以先临时搁在自己的膝盖上 对 然后我们用手呢 从我们脚踝的方向 就是脚踝这里 向我们膝盖的方向 一点一点地捏动我们小腿的这个肌肉 用力可以均匀一些 但是要适当地用一些力量 那么你可以感觉到 其实我们从下向上按压的时候 就跟我们刚刚的肌肉棒是一样的 这个血流会被动地通过我们挤压肌肉 来从这个静脉促进它 从脚踝向膝盖方向进行一个流动 念完之后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很舒服 很轻松 好 辛苦了 郭医生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刚才郭医生教给大家的是 预防静脉曲张出现的好方法 但是如果要是静脉曲张 已经出现得比较明显了 时间也比较长了 咱们有没有有效地处理的办法呢 对于静脉曲张来说 它是一类慢性 进展性的疾病 所以我们医生会根据患者处于 疾病的不同的阶段 那么给予他治疗的建议 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对于一些轻症的 或者早期的静脉曲张的患者 我们一般建议患者穿着专门的医用的弹力袜来治疗 那么这里我们所说的弹力袜 它并不是你从外面买来的 勒得紧的 有弹性的袜子 大家记住 它前面有个定语叫医用弹力袜 那么什么是医用弹力袜 它一定要是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 您购买的医用级别的弹力袜 我们的弹力袜 那么和我们一般的袜子 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它就是有一个压力的梯度 您可以看到 它在脚踝的地方压力最高 然后往上压力逐渐递减 那么这就可以模拟 我们小腿肌肉笨的功能和半膜的功能 来帮助我们静脉的血液回流 从足部向我们的心脏进行一个回流 那么至于压力的大小 那么我们根据您治疗的目的 还有不一样 如果您只不过是为了预防静脉曲张 比如说对孕妇 对那些从事长期站立 或者久坐公众的人群 或者是长期做负重的人 那么它只不过为了预防而已 那么我们可以穿一级压力的弹力袜 那所谓一级压力的弹力袜 它的压力是20到30个毫米拱柱 但是如果您一旦像周叔叔那样 您一旦有了静脉曲张 或者有了下肌的肿胀 那么我们希望它压力又高一点 就是我们要穿着二级压力的弹力袜 那么二级压力 它压力就是30到40毫米的拱柱 那么这是第一点压力的大小 第二点 现在外面市面上弹力袜的样式 最常见的有两种 一种是这样的直筒的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 带脚后跟的弹力袜 那么我们想请嘉宾猜一猜 您觉得这两种压力袜 哪一种更适合我们静脉曲张的病人 我觉得是那个肠的 应该更适合一点 因为它面积比较大吧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要是您说得对 但是您没有说到点上 刚刚我也说了 在人体站立的时候 我们脚踝这个部位 其实是我们承受的 静脉压力最高的区域 所以说也是需要我们 最需要我们用压力袜来保护这个区域 所以买压力袜的时候 一定要买不露脚踝的弹力袜 那么还有我们买弹力袜的时候 一定要买露脚趾的弹力袜 因为露脚趾就可以便于我们来观察 穿着弹力袜以后 我们的末梢的循环的状况 因为很多静脉区庄病人 他是一些老年病人 老年病人他可能除了静脉区庄以外 他可能会同时和便有下肢 动脉的问题 可能会有动脉有狭窄有鼻塞 那么如果你压力袜 压力过高或者过紧了 有可能会动脉所造成压迫 也有可能会导致 逐步的血盈的障碍 所以我们买露脚趾的弹力袜 穿着以后我们可以观察 它的动脉有没有受压 它逐步的末梢循环有没有障碍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 关于弹力袜的穿着 我们一般并不建议的患者 24小时都要穿弹力袜 我们一般建议患者是 清晨起来第一件事 您脚没有肿的时候 把弹力袜穿上 因为这时候保护的效果最好 然后到晚上 您在睡觉以前把弹力袜脱掉 只要人躺平了 那就没有必要穿弹力袜进行保护了 这是对弹力袜的一些用法 那看来穿弹力袜 是很好的一种预防的手段 周叔叔是不是日常生活当中 也常穿这个弹力袜呀 对 我一直在穿着这个袜子 那您觉得穿完之后 有什么样的改善吗 穿着这个袜子 色素成招的程度就减轻了 还有一个呢 脚踝不肿了 原来我这回流不好 血液回流它就不好 完了以后 我的怀的骨是肿的 所以只要我一穿袜子 每天穿八小时以上 一天不中 我们除了穿弹力袜以外 我们适当地还可以配一些 改善静脉回流的药物 来缓解患者的肿脏 酸脏的症状 但是一旦静脉曲张 有了浅静脉的血栓 有了皮炎 有了溃疡 甚至有过破裂出去的情况 那就一定需要外科手术 来进行干预了 现在手术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把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 彻底给它根除掉呢 那么现在一般 我们都是采用 微创的手术的这大方法 那么最多的方法 我们一般是采用 热消融的方法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动画 来跟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 我们静脉曲张热消融 是怎么做的 我们在超声的引导下 我们先穿刺 我们膝关节附近的 静脉的主干 然后我们再把射频导管 或者激光导管 放到我们大阴静脉 即将汇入生静脉的 这个部分 然后一段一段地往回 对静脉的主干 进行一个热消融 把静脉的主干 把它闭合掉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是分段地 对静脉的主干 进行一个闭合 每一次我们可以闭合 5到7个厘米可以闭合 那么对于大腿这段静脉 一般我们闭合四五次 也就可以达到 完全封闭的效果 那么血液 它就会沿着我们的身经脉 往心脏的方向回流 那么这就是我们 现在针对静脉曲张 我们外科手术 最常用的一次的手段 其实以前我们处理 静脉曲张的方式 对于女士来说 我们就穿一长裙 对于男士来说 就穿着长裤 以为遮盖住了 就没问题了 其实我们想得太简单了 一旦要是这个问题 严重的话 很有可能会引起来 溃疡 甚至会引起来 要命的肺酸色的疾病 所以一定要积极地 去应对它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 史医生给我们的介绍 辛苦了 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 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你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